第1521集 如果没错的话,卡迪德现在已经没事了吧? 龙傲向叶浩轩问道 没事了,他现在已经没事了 叶浩轩摇摇头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医生出马,从来不会空手而归的 哈哈哈哈,你的签证我已经办好了,行礼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你需要助手的话,我现在还可以配给你 不管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助手,我都能满足你 如果不是我的实力现在还被封印了无成,治好他,我也不至于会累成这样 提到这个,叶浩轩的语气还是有些优远 对,他现在的医术已经达到了神一般的存在 只要是命不该绝的,经过他治疗,一般都会好起来 但他的实力被龙傲用特殊的方法压制了七成 这导致他很多高深的医术都用不了 所以叶浩轩为了治病,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唉,这可不是我的意思 龙傲苦笑了一声 是好几位秦门江湖的前辈联合出来的意见 他们说你的实力进阶的太快了,导致实力不稳 所以要压制你的实力,让你重新突破 那样的话对你的基础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这也会导致你突破之后,实力达到一个真实的境界 我知道,不然的话就凭你敢压制我七成实力 我早就跟你翻脸了 呃,那个,军方和卫生部的人刚才找你了 他们知道你要去非洲,所以有点小忙 可能要请你帮帮 龙傲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有胡乱给我直派任务 一看这老头的脸色 叶浩轩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感情这个老头又给自己派下了其他的人物 呃,不是我派的 是别人指名道姓,要找你的 龙傲连忙道 呃,真的 我自己的部下我也心疼啊 所以我也怕你累着 呃,但是这一次真的是特殊的情况 我的行程不是应该保密的吗 叶浩轩怨气满满地说 如果不是你泄露出去 军方和卫生部的人能找到我 呃,这不是顺道吗 有个维和部门要去那里 与此同时指派了一个医疗小组 说那里可能会出现超级病毒 那种高温也杀不死的病毒 这一方面你是权威 所以就找上你了 大爷 我只是拿了你们一点薪水 可是你们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好吧 你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照做就是了 叶浩轩无语地说 嗯 哈哈哈哈 这才是我们的好同志嘛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加薪的 哈哈哈哈 龙傲得意地笑了 他看了一眼隔离室 可迪德没事了吧 没事了 放心吧 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被我清除了 等他醒来之后就没事了 那他什么时候醒来 龙傲有些不放心地看了一眼 哎哟 你伤点心哪 他老子跟我们华夏可是有着合作的 不然的话 也不能找上门来提这个要求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来 叶浩轩有些无奈地说 本来我给他治病 让他陷入到深度睡眠之后就好 可是这家伙的身体居然有自我保护机制 所以 他自省休眠了 这就跟蛇冬眠一样 什么时候醒来 这就要看到自己了 呃 那好吧 军方的人等着你呢 走吧 我们先到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龙傲拍了叶浩轩的肩膀一把 带着他离开了 又回到了一间作战室里面 只见一鸣剪着短发 身着一身军装的女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她很年轻 尤其是短发军装 更是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英姿焕发的形象 让叶浩轩不由地多看了他几眼 介绍一下 我们一号行动队的大队长 云霄 龙傲对双方做出了介绍 他笑道 哈哈哈哈 云大笑 这位就是医生 你好 很荣幸见到你 医生先生 久仰大名了 云霄向叶浩轩伸出了手 你好 叶浩轩跟他握了一下手 然后看着他的军衔道 云小姐这么年轻 已经是大笑的级别了 看起来云小姐不一般了 过奖了 跟医生比起来 我的这点能力真的不算什么 云霄微微地一笑 不是说维和不对吗 叶浩轩看了一眼龙傲道 但你刚才说的一号行动队 可是级别仅次于特勤局的特殊部队 比起一般的特种部队都要厉害 这可是国家戾气 你说让这种级别的部队去维和 打死我都不相信 的确 云霄的级别不低 他的部队是隶属于特勤局的下属部队 比起一般的特种部队都要强上不少 维和部队绝对用不了这种级别的队伍 说真的 这种部队要接的任务 几乎能对一些小国家的援手 进行斩首行动 这绝对不是吹牛逼的 他们执行的任务都是绝密 哪个国际大佬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 就极有可能是出自他们之手 让这个部队去维和 叶浩轩绝对不信 这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嘛 我的意思是 一号行动队伪装成普通的维和部队 和你们一起出发 这又是什么情况 叶浩轩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无语地说 你都要给我指派任务了 现在我还不知道 任务到底是干什么 你能不能痛快一点 你要是不能痛快点 你找别人去吧 这件事情我也干不了 真的 叶浩轩也是无语了 就算是再大的机密 也不能瞒着他吧 不然这任务没法接了 接下来说的事情 是绝密事情 叶浩轩 举起右手来 跟着我说 龙傲的表情在这一瞬间 突然严肃了起来 他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在肩膀处握了个拳头 这种严肃的情况 就跟入党时候宣誓差不多 而且看起来比那个还要庄重 好 我坐 叶浩轩看他这么严肃 清知这一次的事情恐怕 要比他想象中的复杂得多 我 宣誓 维护国家机密 龙傲开始念了起来 这果然是一个宣誓 但是不同的是 这个宣誓是为了一些机密 这些机密可以说是国家最大的机密 所以马虎不得 叶浩轩跟着他念完了这个 然后放下了拳头刀 好了 我已经宣誓完了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六个月前 在我们的卫星云图上 发现了非洲大陆 突然多出来了一片雨林地带 云霄打开了一个电子地图 在作战桌上 出现了一个虚拟的三维地图图像 这是一个非洲大陆的板块 但是其中一块 是以前地图上从未标注出来的东西 这一片便是雨林 凭空地夺出来一块空地来 这有些不可思议啊 那之前这块空间是怎么隐藏的 难不成是空间折叠 这是平行时空粗乱导致的情况 而且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这些特殊的东西 甚至威胁到了我们整个世界 什么东西 叶浩轩不解地问 又是威胁世界这一套 难不成女把一个还不够毁了这个世界吗 真是蛋疼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 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我们一个地球有生命吧 云霄淡淡地说 三千世纪亿万未灭 域外之地宇宙无穷无尽 几乎到处都存在生命 而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仅仅是亿万分之一 而且这些世界有通道互通 你不会是想说 在非洲底界 出现了与外界相通的通道吧 那些异世界的怪物冲进来了 叶浩轩有些疑惑地问 正是 云霄点头 这不可能 叶浩轩干扫了两声 我们地球尽致重重 早已经与外界隔绝 那些世界的东西就算是再厉害 也不可能到我们这里来 他说的是事实 龙奥接过了话题 那个通道 出现有一段时间了 远古大能之前为了抵抗三千世界 的确是设下了禁止 但是世界何其广大 就算是远古大能者 也不可能没有留下漏洞 而现在有些地方的禁止 出现了松动 再加上这个世界的变数太多 所以有些欲歪的生物 可能会入侵我们这里 现在 不仅仅是我们华夏 派出特别行动部队到那儿 自有女神国 北极雄等世界前沿的几大国家 全部派出特种部队前往那儿 我们这一次是联合行动 表面上我们都是违和部队 但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是非洲南部 那个突然出现的未知区域 你说的这些有些可怕呀 叶浩轩严肃起来 他不认为特勤局 兼天宫的老大 还有一号行动组的队长 来这里是跟他开玩笑的 的确是可怕 这一次各国联合行动 外界的新闻报道 也只是违和部队进驻非洲 但单看这阵容就知道有问题 特别是自有女神国的特种部队 他们携带了他们最先进的武器 具有极强的单兵作战 北极雄 我们 还有伦敦国 柏林国所派出的违和部队 都是请秘密部队 乔装而成 单从这阵容上 就能看出来问题 事情听起来还是挺复杂的呀 叶浩轩疑惑地说 你们去那里 就是为了保证 那些地方的生物不能入侵 现在我们只是猜测 到底是不是出现时空通道 还不是很清楚 但如果真的有世界的通道 通向我们这里 有源源不断的外来生物如亲 你觉得 我们这个世界还能太平吗 我们所做的就是预防 而且根据大家的科学家研究 那个时空的空洞越来越大 而且里面有暗特质涌动 恐怕会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需要我去做什么吗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你的实力我们都知道 所以由你跟着去 我们会多出一份希望 而且现在 非洲有大规模病毒爆发的情况 这些都是离不开你的 除了你之外 还会有一个医疗小队 跟着你们一起去 千万要记着 你们这一次去那里的身份 是维和部队 不是特种部队 龙傲严肃地说 我懂 叶浩轩点头 懂就好 行了 你们去收拾一下吧 等卡迪德好了之后 你们就一起出发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卡迪德的病 先给治好 然后送他回到他们的国家 如果他对你有什么要求 尽量地满足他 当然 他也不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龙傲笑道 行 明白了 继续下苦力去 叶浩轩无奈的点头 难得回到了家 还没有和父母来得及吃顿饭 马上就要离开了 刘云一边为叶浩轩收拾着行李 一边抱怨道 你那领导也真是的 刚回来没有多久 马上就又给你指派任务了 难不成特勤局除了你 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现在寻思着 要不要让你爸 把你调离那个地方 搞得成天跟干什么似的 这还让不让人安生啊 刘云越说越生气 他索性不给叶浩轩收拾东西了 他要找龙傲去说清楚这件事情 行了 妈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叶浩轩哭笑不得的说 现在的时代比较特殊 所以多点任务 就多点任务了 其实我觉得 老单在京城也没有意思